不同于排湾族传统服较简单且成文的设计 邱宇涵的服装设计融入许多花布元素 透过各类布料让花裙增添许多不一样的色彩与活力 来香古楼村的新锐艺术家邱宇涵 偶然机会接触到缝绽 因而爱上这项记忆 如今开发个人工作室 做花布服饰及产品相当受到青睐 因为也是兴趣想做一些小东西才开始制作 其实除了这个传统花布 我还有使用很多花色的布料来做我的作品 因为我们的传统服有那个花裙 那有时候就是穿青便服的话 没有带头饰 我自己也有做那个发带 就用花布做发带来搭配 我觉得很漂亮 新颖的设计不仅在网络上闯出名号来 近期邱宇涵更受邀至部落石板屋参展 以生活艺术为主题 除了展示花裙 还有多样的小包包 期盼透过花布艺术的展示 让更多人认识排完组文化 这次的作品就是做了很多包包 然后就是还蛮多人喜欢的是这种 就是这种小包包就是很方便 就是出门可能就带个手机钱包装进去就可以出门了 那希望透过我们的花布跟其他的布料做结合 让我们的文化让大家更多人知道 邱宇涵期盼未来能将更多元素的花布设计与传统作结合 让作品之独特性却保留了传统之美 也让文化的用不一样的模式继续传承下去 片东新闻不一定张志豪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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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优与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